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街舞余温未了 王一博的舞蹈全网热跳 网友喊话让其多跳舞 这就是街舞第五季已经落幕一周了 没想到余温未了 特别是UNIT王一博的舞蹈 引发了全网疯狂翻跳 从小朋友到大人 都在纷纷学习中最近是不是被王一博的舞蹈给刷屏了 的确 模仿的视频随便打开一个视频平台 总会有类似的舞蹈视频出现 可见其热度有多高了王一博在的街舞 成为了今年网综第一 自然当之无愧 毕竟他的流量跟关注度 从来都不会低 再加上街舞的实力 王一博足够证明了自己 好多人看王一博跳舞 都被深深地感染到 优秀的身材比例 精湛的舞蹈实力 各种舞蹈到了王一博这里 总会跳出自己的风格跟魅力来 他的舞台感染力十足 同时还兼具一定的观赏性 自然吸引来不少的人关注 在街舞总决赛的舞台上 王一博回归初心 用当初学习街舞的初衷 表达对纯粹街舞的致敬 用一首One Love 采用以地板舞为主题的舞蹈 呈现了一出别样精彩的作品 这就是王一博对待街舞的态度 引来了街舞圈众多专业人士的点赞 这才是懂街舞的人 才会为街舞做出的贡献 随着街舞第五季的收官 每周六都可以见到王一博的人 这实在这一周后感到有些落寞 不能看到王一博的综艺 总感觉缺少点东西 又开启了各种考古的模式 特别是街舞过后 很多到现场的粉丝 分享了各种现场发生的故事 特别是王一博各种角度下的视频 都让我们看得不亦乐乎 很多人说王一博对法国人 充满了无限的热情度 一度让粉丝在线吃醋 特别是大神步步跟卡卡 总会看人看到不少王一博主动聊天的画面 甚至腻歪在一起的画面 还有各种的赛后花絮中 王一博跟舞者的拍照 各种角度都给你无死角呈现了出来 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精彩 更重要的是 现场的画面中 我们才发现 整个会场基本上都是绿色的应援灯牌 王一博的粉丝包场这种说法得到了印证 的确是一个人的地盘 为何街舞能够如此出圈 王一博陪伴街舞的三年 带来的贡献跟价值的意义是非凡的 随着亚运会跟奥运会 街舞都被纳入比赛项目后 各大平台都在争相恐后的制作相关的综艺节目 最近传闻街舞总导演陆伟 将会携带制作团队 从裤子加到鹅场那边 开辟一档全新的街舞综艺 好多人看后 第一反应就是 看来王晨晨凭借跟王一博的互动 成功拿下了热度把总导演给逼跑了 不少网友对此根本不感冒 因为他们只在乎 王一博到底会不会参加 真心希望他能多参加类似的节目 因为王一博跳舞是真的好看 对此 不知道王一博本人是否愿意 毕竟转型电影圈的他 需要的是低调跟生活 各位小伙伴们如何看待 留言讨论呗 臣事实上 也论匡虚п haven't耳先事剔 本欧 你下宝症 最近真的把股卖控才能 快出门 这期间 我在 chronole 演奏 虚似